蔡凱帆喜欢摄影 不论工作 休闲或当志工 正在记录 两个月内拍了两万多张照片 拍照时这独树一格的姿势 不是耍帅 而是有难言之隐 它是跟着这个脖子这样一块起来 到肢痛后面这样 那痛者就会很痛 就会要吃止痛药才可以 经常头痛 肩膀习惯性脱臼 会习惯这样去拉自己的筋 这样左右去拉 就会听到叭叭的声音这样 很紧张 37岁喜欢运动 蔡凯凡看起来身强体健 但其实她 我会常常呼吸不到空气 就是有点那种缺氧的感觉 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 当你要呼吸的时候 整个肋骨是打开的 可是开到一节一节打开 到最上面这一节的时候 它开的程度不够 那你就觉得吸气吸不饱 小毛病没处理 互相影响累积 变成恶性循环 它虽然没有很肥胖 可是它这里感觉 沉积了一大堆的脂肪垫 那感觉 那这是因为这边 长期的过度负荷过多 那个硬力产生的结果 工作看电脑 联络事情靠手机 整理照片也要盯着萤幕 每天接触3C产品 至少10个小时 我这样会很习惯这样 会往前倾 来 现在动一下 有松了 我要启动的就是 它本来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肌肉过度用力 所以骨头慢慢地就歪掉 那骨头歪掉之后 肌肉就更紧张又更用力 那就没完没了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的骨头 敲回来一点 它肌肉就松掉 肌肉松掉 它就不会再那么用力地去拉针 整起腔把关节错位 敲回正确位置 加上针灸舒缓张力 颈部影响全身气血经络 颈椎恢复正常 病症才能一一好转 抗生素早在1928年被发现时 就被视为万灵丹 能够有效地治疗各种疾病 不过一旦这抗生素被滥用 更容易会让细菌迅速地产生抗药性 引发后续超级性菌散播的医疗灾难